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的爸爸妈妈在一起 童年的救助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我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她很照顾我 我以后也愿意跟她一起生活 你那个妈妈来了 你要不要跟她一起回去 我不回去 那你要跟哪个妈妈呀 你现在的妈妈 我愿意和现在的爸爸妈妈在一起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刚才您看到的这三个孩子 是吴家姐弟 其中男孩名叫小海 今年八岁 她和两个亲姐姐 现在分别有着不同的妈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这是2022年5月 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的一起案件 申请人的身份比较特殊 是乐平市民政局 而被申请人罗某娟 则是一位年轻的母亲 当时案件的素有 是三个孩子的监护权 这三个孩子的父亲因病去世了 社会上有三个好心的家庭 想收养这三个孩子 但是经过民政局一查看 三个孩子的生母还在 那么这就有法律障碍了 所以民政局向法院申请 撤销这个长期待遇 行使监护职责的 生母的监护权 由于事关未成年人的权益 在本案开庭前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案情 承办法官徐娇军 特意到孩子的居住地 进行调查走访 我们组织了社会调查员 还有心理评估师 我们一起来到了 三个孩子原来生活的地方 以及其中一个孩子 目前被寄养的家庭去了解 这个孩子叫小云 今年十岁了 是吴家老二 承办法官调查走访时 他已经在临时照看家庭 生活了十个月 为了准确把握小云的心理状态 随行的心理咨询师 给小云做了一个心理测评 整个一起有几棵树啊 五棵 有五棵树对吧 如果是代表五个人的话 你觉得会是谁呢 妈妈 哥哥 我 奶奶 这个是我们心理学的 一个防树人的测试 就是这个画的主要的构造 是有房子 有树 有人 五月份他画了一个 背朝我们大家的一幅画 一个小女孩 我说这个孩子他在干嘛呢 他在看着太阳 然后太阳的方向 是在左上方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左边一般都是代表 我们的过去 右边是代表未来 所以呢 就是说 孩子可能再对过去的 这个创伤这块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照片上的这个人 名叫吴金华 他是小云的父亲 1986年出生 据村里人说 多年前吴金华 在外打工时认识了罗姆娟 之后两个人就生活在了一起 但没有领取结婚证 2010年11月 吴金华带着媳妇回到了吴家村 当时罗姆娟正怀有身孕 可能有七八个月身孕吧 再带过来的 吴金华因为是做实际的 他到外面一天去做了 一天也可以做到200块钱左右的样子 那个时候可能 一天一个月的日子 慢慢静静地还可以过 过得下去 回来没多久 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 这就是小霞 此后罗姆娟在家带孩子 丈夫吴金华则在外帮人建房子 赚钱养家 一家人的小日子虽不富裕 但也勉强能维持生活 罗姆娟在家就是烧饭 买东西吃 他吴金华的就说 外面做点事回来 跟美女也不怎么走动 对 不怎么走动的 2012年6月 吴家二女儿出生了 这是小云 两年后 也就是2014年6月 他们家再添心丁 这就是老三小海 此时赚钱养家的重担 都落在吴金华的肩上 可吴金华这个人 有些不求上进 日子是得过且过 一天有的时候 大概200多 挣了钱的话呢 挣钱回来 吃光他就走 不吃光不做的 但是今天有酒今天醉 就是这样的 邻居们说 平时吴金华就在工地上打零工 每天的工资大约有200元 别人都是有活就干 可吴金华不一样 他做一天工 赚到200元钱后就不干了 什么时候把这笔钱花光了 再出去做工 两个人都差不多 平时那女的也不做工 平时也不做工 就靠吴金华打工 靠吴金华打工 那他挣200块钱就花没了 那花不了几天 顶多花了两天 国家政策那么好 是吧 我们不能遗忘一个 这个平均的人 我们从会也做到力不从心啊 将近十三块三十多岁 不做事 人家叫 服穷 不服懒啊 罗某娟不愿意跟着吴金华 过这种煎熬的日子 2016年7月 罗某娟扔下三个年幼的孩子 独自一人回到了贵州老家 此时 老三小海刚刚过完两周岁生日 而他们的大女儿小霞也不过六岁 罗某娟走了以后 有点自暴自息的感觉 人家叫我做一件事 做一天我就做一天 没做了就算了 那个时候真的是 我们从无非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是每天都是跟他讲道理 原本吴金华就喜欢喝酒 罗某娟不辞而别后 他更是借酒消愁 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 三个孩子有没有饭吃 他从来都不上心 你那个地宝金给他 你两天都给他花光了 没用的 给他那些钱 他就会去买酒喝 他不会去买米的 不会去买油的 他是这样子呢 弄点菜也就成功喝了 他弄菜 你一般不怎么弄菜的 他自己管啊 就是有一顿无一顿 那吃不上饭的时候 小孩怎么办 瞎混我 衣服都是我们那个邻居啊 小孩穿不得的 他都自己 给他拿给他穿 那你看那三个孩子可怜不可怜 可怜 那是可怜 这就是吴金华的老宅 现在已经废弃了无人居住 当年吴金华带着三个孩子 就住在这里 靠着政府给的低保钱 勉强度日 孩子们穿的衣服 都是周边邻居接济的 当时这吴金华一家几口人 住在哪一个位置 他们以前15个就住在这个位置 这个小房子 几个小孩住在哪当时 当时都住在里面 然后小孩的衣服啊 小孩子 脏的 他又不洗 他自己一个月 两个月都不洗澡的 然后他也不给孩子洗 那肯定啦 自己都不洗澡 怎么不给他洗呢 那你们看了心里都 肯定心里不是只为啊 三个小孩的 吃了一顿就不知道第二顿的 洗澡也没人管 那个床都是黑不溜球的 包括被子 地下没有水泥地的 为了帮助吴家 争得吴金华的同意 2017年8月 村里将吴家姐弟 送到了市里的福利院 由政府来兜底 保证孩子健康成长 徐海勤 乐平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 至今他还记得吴家小姐弟 刚到福利院时的样子 来的时候 那孩子大概都多大年 三岁个六岁七岁 那来的时候 看那三个孩子的状态 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状态那就不太好了 进来的时候 看那小孩比较脆弱的 就是缺少父母爱那种感觉 吴家三姐弟来到福利院后 为了让他们尽快融入到 这个大家庭 徐海勤一有空闲 就陪着他们聊天做游戏 同时也给三姐弟讲一些生活中的小常识 比如讲卫生 勤洗手等 2017年9月 在福利院的帮助下 吴家三姐弟都上了幼儿园 大得上了一年幼儿园去开始读一小学了 他们不开心的时候 我也去问问他了 小孩子在外面了 说了什么了 还有什么了 也会来跟我分享 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吗 有 孩子都有不开心的时候 比如学习成绩了 有压力了 老师说了他两句了 也回来跟我讲了 他说 没事 都是我人都说都会犯错的 只有努力就可以了 父亲病逝 小姐弟谁来监管 我见吴俊华已经过世了 那个三个小孩怎么办 他说那个我没办法 想伸出援手 却遭到妻子反对 我当时我就有这种想法 想抚养一个人 问我的呀 我说自己会生 干嘛还有一个 童年的救助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将三个孩子送到福利院后 村里又利用微房改造政策 帮助吴金华建了一栋新房子 就是这个三间小平房 房子建好后 吴金华就搬到这个新房居住 而为了帮助吴金华脱贫 村里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包括我们村里面 有项目就让他做事的时候 都让他去做的 他不愿意去做呀 我们村里是有产业的了 不小型不哄的 他都不愿意去做事 你要是就让他做事 你先拿一瓶酒过来 都这样子的 小霞三姐弟 虽然缺少父母的关爱 但有了政府脱底 他们在福利院里 也在慢慢长大 而吴金华呢 在村里的督促下 偶尔也能做做工 算是自食其力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2020年8月 吴金华因病离世了 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父亲没了 这三个孩子怎么办 谁来照顾他们 考虑到他们的亲生母亲 罗某娟还在 村支书石东平主动联系他 想听听他的意见 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对方 2021年2月 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 石东平最终联系上了罗某娟 三个小孩给别人去抚养的话 你肯定是要经过亲生母亲同意的了 我把这种事情跟他说 我现在吴金华已经过世了 你这个三个小孩怎么办 他说我那个我没办法 我自己这个经济条件都不好 我没有能力去管 沟通时罗某娟自称 回到贵州后他又重新组建了家庭 目前实在是没有能力来抚养小霞他们 同时罗某娟承诺 他自愿放弃孩子的监护权 这是罗某娟寄过来的承诺书 像我本人远在他乡 确实无力再回到吴家村 对三个子女进行抚养 为此本人承诺 放弃对小霞 小云 小海 三人抚养监护 拿到这个承诺书后 石东平开始张罗着给孩子们寻找 领养家庭 跟我对接一下 也站在这种程序来到福利院 你见一下小孩 看下你那个小爷 见面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演员这种的 两个人第一次合作来以后 我帮他们称呼会 再到你家里去看一下 有没有这种经济能力 来抚养这种小孩 无法进 家住江西省乐平市的乡下 是一名村干部 2021年7月 无法进到镇里开会时 遇到了石东平 两个人闲聊时 无法进听说了吴家三姐弟的事 这让他动了恻隐之心 原本无法进 有亲生的孩子是个男孩 多年来他一直有个心愿 想要添个女儿 早些年因为政策原因 这个愿望无法进 一直未能实现 所以当他得知 吴家三姐弟没人管时 就动了心 想领养一个女孩 可等他回家 跟妻子胡银花商量时 没想到妻子却不同意 问我了呀 我说自己会生 干嘛还有一个 然后他说 他说他喜欢女儿 然后他说 如果你也是 万一再生个儿子呢 他说生个儿子 然后又说你现在年龄大了嘛 他说也不好生 很抵触的 当时我爱来很抵触 他说我们又不是不能生 很年轻 现在放开三胎来 我们也可以生了 是吧 一方面是想要个女儿 另一方面确实觉得 这三个孩子太可怜 无法进发自内心地 想帮帮孩子 为此他反复沟通 不停地做妻子的工作 毕竟家里面有儿子了 是吧 你一直儿子不同意的话 带回来的话 等会他再叛逆的话 那就关系就弄得不融洽的 我说你先把儿子安抚好 我倒是无所谓 是吧 本来我一般都喜欢给小孩子玩的 当时 无法进的儿子小冬 已经高中毕业 准备读大学 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小冬表示理解和支持父亲 他不介意家中多一个妹妹 全家人的意见统一后 无法进夫妇来到福利院 想见见这三个孩子 而他们最先看到的就是小云 看到那小孩子 带着铁门里面 仰望外面 我说这小孩子看着极可怜 一个童年就这样子 在这里面也不好 对吧 我老公就问他 你要不要跟我回家呀 他说我不跟你回家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回家 他就笑一下 点个头 然后我老公说 我就长得那么凶吗 他说 就不肯给我回家 胡银花没有想到 一见面 他感觉和小云很投缘 当即下决心 要领养这个孩子 征得村委会的同意 他当天就把小云领回了家 由于小云的母亲还健在 他们办不了收养手续 小云只能算是寄养在胡银花家 以临时张开仁的身份 给他照料 福利院四圈是应该没问题的 一对一的辅导是不可能的 他当时跟我到回来 我说一星期多少天 他说三十天 我说一个月多少天 他说七天 我说哪个老师家的 小女孩 他说性格还是挺好的 嘴巴也甜 去接回来了 然后上午去接回来 下午啊 就爸爸 妈妈走个爸爸 又妈妈叫个不停的 看下家有个叫 那个性格还是挺好的 然后嘴巴也甜 此后为了增进感情 吴法晋夫妇利用周末 带着小云四处转 逛遍了周边地势的旅游景点 这是吴法晋带着小云 看灯光秀时所拍下的视频 其乐融融 这是家人给小云举办的生日宴会 能看到他脸上洋溢着幸福 而那笑容 小云此前从未有过 跟你姐姐打招呼了 我邻居都说我太宠了 我这个女儿 比我儿子还宠 我儿子都没这么宠过 都是宠上天了 都是这么说 现在很听话的 现在他现在连网了 他爸爸跟哥哥都不怎么连 到我那个天天连网 就是睡觉啊 就抱着抱着的 与此同时 也有其他人跟村之书石东平联系 表示想要领养小霞和小海 对于这些有领养愿望的家庭 石东平也是严格把关 他希望给孩子们找到好的归宿 就是石东平有一家 当时看的啥是可以的 可能生了一些毛病 电线的那种问题吧 后来我了解这种情况以后 我就直接我给他否定了 我说这种情况不行的 不要自己都不好 我等下把小孩给耽误了不好 所以我就没同意 寄养家庭其乐融融 妈妈做饭好吃啊 福利院的做饭好吃啊 妈妈知道 突然间真热一个小孩 那是快乐的 那是开心的 情与法的碰撞 母亲又会怎样回应 照顾他们 你是知识的态度呢 共同年的救助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21年7月 老大小霞被上扰的一个家庭领走 算是临时照看 此时只有老三小海还没有着落 得知这个消息 傅菊湘主动跟村支书石东平联系 我有一个姐姐 她就是吴家村的 因为我早就放出话 说就要领养一个嘛 因为没小孩 我跟我老公都没小孩 所以很想要一个小孩 然后她就告诉我 她说 我家有一个小孩 你去看一下 沟通之后 傅菊湘特意到福利院去探望小海 见了面 她感觉小海乖巧懂事 当即决定要领走小海 傅菊湘夫妇虽然是农民 但是这些年一直在外打工 开了个家政公司 家境也算殷实 对此 村支书石东平很满意 就同一把小海 寄养在傅菊湘家 就是她很胆小的 到现在她胆小的 然后我就把她洗好澡 让她一个人上去睡觉 她都怕 她也不敢说 那时候不熟悉嘛 她就在那里很委屈的 我说你干嘛不睡觉 她也不说话 都不敢说 现在好 现在她有什么话就说的 感情现在好得很了 是不是 喜欢跟着我 这就跟着你去玩 还是帮你打下手干活 打下手的 有时候就不要她干 又回大了 就不要她干 她都想干 他勤快是勤快的 小海今年八岁 现在她和养父母的感情很好 但凡周末 遇到断修权去干活时 小海都喜欢跟在后头 帮养父打个下手 既不嫌累 也不嫌脏 妈妈做饭好吃 福利院的做饭好吃 妈妈做饭 那喜欢都喜欢吃什么饭 做 龙虾 长大想做什么 消防员 突然间争扎一个小孩 那是快乐的 那是开心的 这家的我儿子能一聪明 所以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真的是不少 我们是很开心 很幸运 你爱人 你老公开心吗 开心啊 他比我更喜欢 被接走后 小海三姐弟 很快融入到了新的家庭 傅局相等人 也很疼爱他们 由于办不了收养手续 双方的关系 只能算是临时照看 而这也成了 寄养家庭的一个心病 因为生活中 很多事都需要监护人来签字 可临时照看人 是没有签字的资格的 其实母亲签了签字 她放弃了护养权 她讲 书记 我承诺书都写了 下次你就不要再麻烦我了 她可能就把我卫星都捞了 但后来发现 那个承诺书不管用 不管用了 后来我咨询的律师 这个法院 他讲这个没用的 就是没有办法去养 你找谁都不行 你要法院的判决 才能领养 你要正式手续 作为亲生母亲 罗某捐这个放弃 监护权的承诺书 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就此问题 我们来听一下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 与研究中心主任 佟丽华的看法 父母放弃监护权的 这样一个承诺书 很难说有多大法律上的效力 它只是表明了 父母的一种态度 父母作为监护人 他要承担 保证这孩子衣食住行 等基本需要的 这样一个职责 还要保证这孩子 他的这种教育啊 管理啊 这种安全保障啊 这样一方面的职责 父母作为监护人来说 他享有很多这样的 具体的监护职责 那么从父母的角度说 你的权利可以放弃 但是你的责任 是必须履行的 所以说父母很难说 把监护职责 自己就随意放弃的 那么对于那些 不承担监护职责 就是不履行监护职责 有的是明显的 不管孩子的父母 法律要发挥作用 要追究这样一些 父母的法律责任 亲生母亲 待遇履行监护职责 这种情况下 怎么才能撤销 他的监护权 把孩子交给 真正想收养他们的家庭呢 我们再来听一下 佟丽华主任的建议 从政府的民政部门来说 可以承担临时监护职责 政府的民政部门 在承担临时监护职责 的过程当中 这孩子监护人 还是父母 那么这个时候 民政的儿童福利部门 就没有办法 把这孩子进行送养 所以说 为了解决这样一个困境 在实践当中 如果说这个父母 就是对这孩子不承担监护职责 要考虑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 因为只有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以后 法院才能指定民政部门来担任监护人 这个时候 这个孩子就由民政部门的 正常的送养程序 才能让这个孩子进入其他家庭 其实早在2017年 乐平市民政局就知道了小霞三姐弟的事 当时他们积极介入 帮助村委会联系福利院 让孩子们有了安身之处 后来有人想收养这三个孩子 乐平市民政局也是全程跟进 严格把关 在福利院我们也看到那几个小孩 就比较胆怯 再对比一下临时照料的家庭 看到他们 就变化相当大 就现在就变了爱笑了 然后人也变得很活泼 就是看到就叫叔叔好 哥哥好 就是主动地可以主动地给人打造 变得爱笑了 就感觉就是幸福就一预言表 从拘谨 胆怯 变得活泼爱笑 小霞姐弟身上的变化 每个人都看在眼里 继续在寄养家庭生活 是小霞姐弟最好的选择 因为他母亲仍然在世 想收养的人他收不到 就是按照我们的法律法规 是不符合一些政策的 就是必须要撤销他母亲的监护权 这个收养才能按照我们的一些 民法典的收养程序去进行的 从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 乐平市民政局作为申请人 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撤销罗某娟的监护权 指定民政局为小霞三姐弟的监护人 您是否亲属三个孩子 进行几年到生活状态 不 这里是民政局申请社交易 对这三个孩子监护权 并且指定民政局监护人 用不意的 不 庭审中被申请人罗某娟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 他一再表示这些年确实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 对不起小霞姐弟 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照顾这三个孩子 罗某娟当庭表示愿意放弃孩子的监护权 据此 承办法官徐娟君对本案当庭进行了宣判 判决结果是撤销了生母的监护资格 指定民政局为监护人 理由是因为生母长期待遇行使监护职责 导致这三个被监护人陷于生活危困状态 对这个判决结果 罗某娟早就预想到了 可听到结果的那一刻 他还是忍不住了 低头坐在法庭上不停地啜泣 三个小孩有人去照顾他们 你是知识什么的态度 看我说哪里有没有人 没有人有为生父 对这三个家庭想说点什么 谢谢你们 这小孩是一万人去 开庭的时候我一直看到 从看到他到开庭完 他都是哭着撂眼泪擦眼泪 肯定伤心 三个小孩是江西米新的 判决生效后 乐平市民政局依法给这三个家庭 办理了收养手续 吴法晋 傅局乡等人 拿到了盼望已久的收养证 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奖励 姊妹三个是属于最亲的嘛 我都希望他们经常联系 经常带他们姐弟拒一拒 就经常 要是他们没空来的话 我们就自己去 平时都经常那个视频的 是回来玩都在一起玩的 这个他二姐 就是那个上摇的有点远 那时候要是放寒假的 过年的时候都要拒一下 我国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确立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 监护人应当按照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履行监护职责 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务时 应以未成年人为本位 从其根本利益 长远利益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 办案中相关部门的主动作为 让孩子们不再孤单 爱心家庭伸出援手 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而本案的判决 更彰显了司法温度 与人文关怀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感谢观看